左营区新庄一路打通之后 让经过胜利路前往连池潭风景区的车流量变多 对此市府新公处计划 要针对翠华路到陈峰路之间的胜利路进行拓宽工程 整个工程预计从9月10号开始施工 请庸路人经过这个路段务必减速慢行 左营胜利路从翠华路到陈峰路之间正进行拓宽工程 因为铁路地下化后新庄一路可以直通胜利路 大量车流从40米宽的新庄路进入15米宽的胜利路 变得相当的拥挤 市府新公处计划将胜利路拓宽 那原有的胜利路工程的路宽是15公尺 那自从我们原道工程即将要完成 配合整个新庄路的通行 那我们将就有胜利路15公尺 扩宽为25公尺 胜利路拓宽之后 道路配置双向各一块车道 一混合车道和人行道 人行道下方同时建置宽平管道 并且在道路中央增设分隔岛和共感路灯 也一并改善周边排水设施 原来是一些公有土地 那我们是去就是先行拨用 那将整个胜利路加以扩宽 那我们为了整个交通的安全 那我们在道路的中央 我们又会新建一个中央分隔岛 那整个交通会更加的安全 市府新公处计划从9月10号起 采办办施工方式进行胜利路拓宽 由于平时胜利路车流量大 缩减车道施工期间 可能造成用路人的不便 请提前改道 因为我们现在是采办办施工 那配合整个中央分隔岛的施工 我们预定在9月份 会封闭部分的车道 会采就是缩短整个东西向的车流 各一车道 那我们还是会尽量去保持 整个车流的畅通 胜利路拓宽之后 将可强化胜利路的交通联络机能 串联左翼大陆连池潭风景区 左营车站和巨弹商圈 便利大高雄东西向人车来往 记者金线忠 赖昌邦 高雄报道